台北大巨蛋 人潮滿滿滿 座位區幾乎開到球頂 龍象大戰迎來 兩萬九千六百八十八人進場 創下中職史上最多 甚至架開L5區域 但座位區球迷邊開始吶喊 還得邊忍受小地方出包 看看能有幾隻大象跑回來 兩隻大象 現在第三隻大象 看看要不要衝本壘 這個時候魚住也回來 張志豪 三雷安打 支持了球隊場上揮汗 等等球迷想說 這是四滴體驗嗎 沒有翻倒水 地上這一攤 正式從座位區上滴下來 還不只如此 走一走 怎麼一顆小螺絲釘 不知道是哪顆螺絲鬆脫 如果是酸椅子 或防護欄的話 真的很危險 可能不小心就會跌倒或摔跤 連座位前的滅火器 這告示牌等等 怎麼已經顛倒過來了 還有明明球場才開幕沒多久 椅子怎麼就被刮傷 而且還會刮人 以及地上疑似 是要放東西的洞口 沒使用也沒蓋起來 場內照理說全管禁煙 怎麼還能看到煙蒂 看場球賽 明明是在享受的球迷傻眼 以為是來機查的 衝線兄弟的手背 這球打得不錯 在右半邊的平飛球 落地形成安打 林肖成這個時候也翹出安打 讓魏曲龍在三局下的攻勢 無人出局滿累 可能是臨時開放 來不及巡檢 只是說要再創球迷進場高峰 官方可能還是要多加把勁 TVBS新聞的 漾男的立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道